最近,陈小和陈妍喜传出情绪不和的消息,因此陈小的工作人员出来反驳谣言,但旁观者似乎不相信 不过,在陈小生的那天,陈妍喜给陈小生送去了一封庆祝陈小生日的信 两个人关系密切,谣言势得其反,谣言被造谣者的脸拍了一巴掌 在和陈妍喜结婚之后,陈小和赵丽颖曾经有过一段过往 当年陈小和赵丽颖因为合作陆真传奇而认识 他们在剧中饰演的是一对情侣,观众们都被他们剧中的互动所打动 很多人都说他们之间太有嬉皮感了 很多网友都认为他们两人当年曾经是有过一段感情的 他们的共同好友也曾经承认过 由网友甚至认为,当年他们的感情无疾而终 是因为陈妍喜成为了这段感情中的第三者 但也有网友说,他们分手并不是因为陈妍喜 而是因为赵丽颖本身的性格 赵丽颖不再沉默,终于说出了与陈小分手的真相 网友意料之中,面对外界的质疑 银宝说,那个时候我们还不太懂爱情 可能是我比较注重事业吧 忽略了对她的关心 其实我是一个很被动的人,也不会撒娇 之所以分手,可能是我不优秀吧 很多网友认为两人感情就是受到陈妍喜的破坏 最让人气愤的是陈小在一次采访中说 和赵丽颖之间完全是炒作 并且自己是不情愿的 对此不少人表示陈小的行为懦弱 直到后来二人的共同好友 孙耀奇出面在直播中不仅承认了赵丽颖和陈小谈过恋爱 也在直播中为陈妍喜澄清不是第三者 并没有插足于赵丽颖和陈小的感情 陈小还是娶了陈妍喜为妻 并且还当众表示陈妍喜是自己的女神 尤其是他们的那场婚礼 更是让陈妍喜成为了无数人羡慕的女孩 毕竟当时的陈小是无数人心中的男神存在 至今他们的灰纱想还深深硬刻在网友们脑海中 而那时的陈小是真的把陈妍喜放在手心里宠爱 就连看她的眼神中都是满满的爱意 也就是网友们口中所说的那种心性眼 在陈小拥有了幸福的婚姻后没几年 赵丽颖也和冯绍峰官宣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陈小曾经说过 她的理想对象是一个能够安定下来照顾家庭的女生 她不希望自己的另一半在事业上太过于拼搏 赵丽颖没有什么不好 但在娱乐圈中她的性子太要强了 自己需要的是一个顾家的女生 很显然赵丽颖并不是 从她入娱乐圈那一刻 她所有的成就都是靠自己得来的 所以她深知这一切的来之不易 自然而然就不会为了婚姻为了家庭放弃事业 这从她和冯绍峰这段失败的婚姻就能看出 但是赵丽颖是一个很有事业心的人 她的性格明显就和陈小的择偶标准有所冲突了 而陈妍喜和陈小结婚之后 她就淡出了娱乐圈 在家过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 现在我们已经很少在荧幕前看到陈妍喜的身影了